在夢想街有門牌號碼嗎 歡迎收看夢想街57號 好 我們看到景氣真的越來越差 我們看今天有幾個新聞 第一個 我們看到平面媒體報導 台灣這個養殖業的石斑魚 銷往國際 銷往大陸 銷售量都大減 同時我們看到 今天日本的日經新聞 提到日本8月份的 半導體設備訂單 因為中國的訂單刺激 5年500億美金的訂單 使得日本的半導體設備 也換變好 我們看到我們的對手 這個農序產品的競爭力越來越強 未來半導體投資也越來越強 那到底台灣的產業跟台灣的經商環境 何去何從 好 我們看到今天新聞就看到幾個重點 包括看台灣的黃金店面 開始出現退租潮 第一個 包括傳統的黃金店面的租客 銀行開始紛紛的砍併分行 另外 台北火車站的帝王 這個大雅百貨 這個1到5樓過去是一個購物中心 經過了6次 7次 8次換手之後 終於又再度歇業 到底台灣的房地產怎麼了 受到景氣不佳 跟商業循環慢慢降溫的影響 我們要怎麼觀察 我請教聖美 我們看到黃金店面 一家一家關 一家一家倒 甚至現在租客消失 那房東似乎也開始鬆動 是啊 可是我們來看商圈到底繁不繁榮 現場有專家會講說店面 租金多少 但是有一個可以觀察的現象很有趣 世光你喜不喜歡去天母這一帶 味道不錯 我到現在都還很喜歡去天母 尤其那裡有百貨公司 商圈 甚至我們所謂的天母商軍 我先講一下是在哪裡呢 天母東陸 天母西陸 天母北陸 到中山北陸的七段以後 從天母元皇以北 有很多allet 就是很多 就是大的牌子 所謂的減牌店 所以年輕人喜歡到那個地方 去買一些成衣也好 大牌子的一些朝服也好 或者是早期很多外國人會在那邊 為什麼 因為他有日喬小學 他有美國學校 很多老外會住在那裡 尤其是外商公司的主管 我也喜歡去天母商區 因為我住那邊離很遠 我去樂視去那個 有個很有名的Pub 叫Farm House 黎色 好像倒掉了 是啊 早就不在了吧 以前好喜歡去 我覺得那個味道好棒 那個台灣優質的Ban 而且價格也算合理 學生時代常常去 世光因為我年紀比你 可能稍長一點 我談戀愛的時候 喜歡去中山北陸那一帶的啤酒屋 露天也很棒 然後再往前面走一點 當然就是你說的Pub也很棒 所以整個天母給很多人的記憶 都是非常的美好的 但曾幾何時他沒落了 甚至最近流行一句話就說 天母不再是天母了 那天母變成什麼了呢 我覺得他的分水點 要講2004好了 其實早期 我剛剛講說 我怎麼觀察商圈呢 過去你只要到天母這一帶 你看最會買房子的成龍 第一棟房子買在天母 我有朋友到天母去擺地攤 他頭一台看到誰 看到王祖賢 王祖賢早期就一直住在德行動路 他到現在房子也在那裡 好 甚至你如果在那邊逛逛 你還可能碰到一個人是金城武 所以早期 對 金城武房子住在那邊 對 而且他們都是老天母 也就是說早期很多藝人 都在這裡買房子 甚至到現在張飛 費玉慶 他們都住在天母這一帶 但是現在你要到哪裡 看到這些藝人呢 信義商圈 顯然這個地方好像沒有以前這種光景了 2004天母星光三月成立落成的時候 當時那個電珠漲得有多厲害 原先可能一瓶三千到五千 2004大概是一瓶要一萬左右了 哇 那個榮景好棒 可是曾幾何時 當捷運開始開發了 你看美麗華商圈 大直商圈 這全部都開始開發之後 2009天母商圈開始冷清了 四分之一在招租 其實台北市政府也開始緊張 所以2009年4月左右 他們還發動了一個 天母國際村的一個計劃 哎呀 你們來這裡租店面 我們幫你們媒合會有很多的優惠 經過四個月 應該是四月到六月到十月的時候 才三個店面租出去 這個沒有用 你所謂的天母國際村的計劃沒有用 2009年一樣的冷清 好 還有一個指標 2015年 我常常去這裡 也就是天母的成品這個書店 2015在這個天母地方 呆了很多年 19年的這個成品中程店 吹息燈號 這是一個指標 表示什麼 不是他一家店吹息燈號 整棟樓這個商圈的店都出去了 我們上禮拜才講Kiki 本來在這棟樓裡面 他們 對 天母商圈 對 對 對 就是因為天母商圈的蕭條 所以他那個店後來關了 那這又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那天母怎麼了呢 好 到2016 其實我之前大概2014 15左右 我想要到天母買房子 我去找房仲你知道嗎 房仲看看我不理我 為什麼 他說聖梅姐 我覺得你 我建議你不要花那麼多力氣了 你如果沒有大概幾千萬現金的話 房價還是很高 你就不用 因為他跟我說了一個觀念就是說 不論房價怎麼跌 他說天母這個地方的房價是硬 就他絕對掉不下來 怎麼看也沒有用 其實他的價值在於人 因為市場住在天母的 是 住民的水準非常高 加上很多外國人 以前早期的很多外商的主管 加上你像他最 不要說最低級的 他也是軍公教 特別是情治人員的退休宿舍 那邊有大片 這種人這個眼光 你說距離情治系統近 楊麗山 對 所以天母商圈是一個特殊的結構 也就是說在那裡擁有店面的人 他不擔心說這個地方我租不出去 他就算租不出去 你看我們剛剛講的2009 四分之一再遭租 他可以hold在那裡 他可以吊在那裡 他不想降 到2015 這個指標出現的時候 好 2016有一些房東願意降租了 3到4成來救商機 我認為是有用的 因為你的價錢掉到這麼高的話 現在整個大環境很不景氣 而且我們來講 這個天母商圈的前面 士林夜市 我們又要講了 陸客不來之後 你知道有多少的店 三成 五成 他們的生意都沒有了 剛剛我們還在講 去士林夜市要吃什麼 雞排 大腸爆小腸 對不對 還有冰品 對不對 過去你根本買不到 因為你要排在陸客後面 你現在買得到 可是生意其實已經 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你看 這個景氣差差多少 你看 以前三四萬 五六萬 其實現在沒有入客 退租潮一堆 對 所有的房子都空出來 都在等大家進去了 所以我一直期待 從士林夜市到天母商圈 這個榮景能不能再造 當年的奇蹟呢 盛名其我們看到 其實天母是台灣消費力 在台北都算消費力最強的 一個大型的社群 而且是很頂尖的族群 所以從天母看得出來 它的沒落 甚至是領先指標 而天母目落雖然過去一年 因為房東願意降價 似乎有一點點 叫做反彈好了 可是事實上我們看到 全台北市都還蔓延 尤其是消費力強的產業 或需要高級消費力的行業 似乎都慢慢慢慢的 在退租當中 可是天母商圈 他們本身還有一個 天母商圈發展協會 為什麼 因為年輕人會去 弄一個跳蚤市場 顯然那個地方 其實還是滿活絡的 只是消費的能力 各方面其實是有落差的 還有一些當地的居民抱怨 說天母商圈之所以沒落 是因為他沒有捷運 剛剛各位都有聽到 沒有捷運沒有到 可是我認為不完全是這樣 因為你要這樣看 他那裡的住戶 跟一般人真的不一樣 他基本上不見得使用捷運 他不但是 他不一定開車 他甚至有司機的 對不對 那裡的住戶的族群是這樣 所以捷運不見得 是他商圈沒落的原因 是 那些人不見了 走掉了 那去哪裡 你剛剛講的 就因為台灣有很多外商公司 他住點已經不是在台灣 他可能到上海了 香港了 新加坡不在這裡 但是這個商圈的沒落 我們要講 你們都常常罵我們說 不是罵 就是稱讚我們是天龍國 這是天龍國裡面的天龍國 如果要說蛋黃 他又是蛋黃裡面的蛋黃 那他們怎麼了呢 你看金石棠這個位置 在中校東路 我們講的都是中校東路四段道 東化南路的這一帶的這些房子 絕對都是蛋黃中的蛋黃 2015年8月的時候 金石棠書店他已經結束營業 到現在還在帶租中 2015到現在 我租了夠久 你如果超過三個月的話 就其實已經很危險了 撐到現在已經一年多 你租不出去 然後你看中校東路 東化南路口 也就是我們憲哥常常講的 所謂的三角窗的位置 這個地方原先是那個女鞋鞋店 這個牌子我也蠻喜歡 兩年前撤出之後 到現在也是帶租中 好 鼎泰峰最有名中校這個店 你知道日本藝人來的時候 他們都來這裡吃 對 兩年前搬了以後 現在店名也沒有租出去 好 我提了這麼多 這是在外面的 頂尖的 那如果是巷子裡呢 你看這個巷弄內的控制店面 已經租金都降1.5成了 原來月租要20到30年 已經往下降 但還是租不出去 是不是跟景氣也有關係呢 尤其這一代 唐朝 你看憲哥這個店 2012年結束代理到現在 三年的時間 那有一個現象好有意思 我就在講 有時候景氣好的時候是怎樣 他這個店一釋出說 我現在要租了 你趕快簡直現金搬過去 我先跟你下地 以前是不是這樣 對 現在是怎樣 我現在要租出去了 房東還不好講說150萬 有人來問說 這樣啦 135你要不要租 房東遲疑一下 第二天再打個電話給仲介的時候 仲介說 不好意思 那個房東已經轉到別的地方去了 對 這個房東又再問說 我能不能讓我降到130 好不好 我求求你 現在是房東求房客 結果仲介說很抱歉 他在別的地方你現在130 他都不租了 對 這是一個什麼現象很有趣 已經是逆轉了 怎麼去解決蛋黃中的蛋黃 他也開始在沒落的位置 家經我們看到 因為我們講個數字 台灣過去車市 汽車市場一年最高峰 大概是53萬輛到54萬輛 當年人口從2000萬人 變2300萬人 現在台灣的汽車市場 40萬輛就是高峰了 那13萬輛去哪裡 觀眾朋友有沒有想過 13萬輛去哪裡 以前台灣其實可以賣到50幾萬輛 怎麼現在連40萬輛 都變成一個天花板 有人說東區不好 是被西區取代 可是家經我們知道 東區天母店面的消費課程 不是西區的消費課程 可以取代的 可能天母的客人一逛街 今天的預算就是3萬到5萬 5萬到8萬 可是去西區逛街的年輕人 今天一天預算 3千到5千 5千到8千 人呢 人呢 到底現在租金 東區的這個租賃市場 尤其是這種店面商辦 有多慘 其實如果說 就幾個台北市的主要商圈來說的話 東區目前的空置率是最高的 大概是一層 將近一層左右 到底怎麼回事 去西區了嗎 他當然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來說的話 就是說東區的房東 其實要的有點多 因為他的平均如果說我們中校東路 三四段第一排的一個店面的租金 單瓶的租金是2萬到3萬 單瓶2萬到3萬 對 單瓶2萬到3萬 所以其實單瓶2萬到3萬的 狀況之下的話 那個乘租的人 他心裡頭的打算 就可能不會是 我今天買 我今天租這個店要來做生意 我的這個心態 也許他就是打廣告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是 旗艦店或 是 對 所以換言之就變成是說 我可能是只有大的品牌 我才能夠進入 那當然久了之後 像有一些大的品牌 他可能過去他在東區落腳 那他也許他現階段 有一些西區的點他可以進駐了 那他可能也認為東區的效益 沒有想像中這麼厲害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的話 他就會去選擇 可能去做一些期待的 其他的一個做法 那當然另外來說 我們自己有觀察到幾個現象 就是第一個來說的話 因為現階段的一個購物的 購物的一個模式 其實已經改變 像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街邊店 他已經不會是所謂的主流 現在我那時候去北京找我朋友 我朋友就跟我說 我跟妳說百貨公司裡頭的店 現在變成市一間 因為他們只要看到 覺得市的時候尺寸可以 他就直接上網路去買 所以其實在這個狀況之下的話 有些人未來可能會轉到 虛擬通路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另外來說的話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 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會發現 東區上面店面空蕩蕩 但是地下街是滿的 是的 對 那當然其實 因為地下街 他的租金是相對比較便宜 所以有一些人 有一些店家他就轉到那邊去 那再加上今年夏天不是很熱嗎 所以有些人他們就往下面去走 那你就會發現到說 整體的一個狀況 他有一些值的一個變化 那當然另外來說的話 就是東區的百貨公司 實在太厲害 很多人百貨公司買完之後 他出來他也不會再買了 就是被百貨公司完全吃乾媽盡了 口袋 我覺得過去幾年 東區的這個房租 真的漲得有點貴 尤其是之前的一些旗艦店 像ZARA Uniqlo 這種國際旗艦店 它其實就是像嘉欣講的 它是為了在那邊打廣告 所以他當初可以用很高的價格 去租下來 就帶動整個東區的價格往上漲 但是事實上我們如果仔細看 東區的這個店面 這幾年銀行倒的 銀行就搬走了 包括說你看剛才連頂泰豐 他都覺得說這個食品業 你要撐這麼高的這個房租 其實撐不太下去 那現在銀行還有一些服飾業者 就走了 你可以看到說 現在支撐起東區的這個房租 大概是幾個 一個是國際品牌的衣服 然後不然就是賣運動鞋的 然後不然就是 所謂國外來的這個品牌的食物 而且是賣高單價的 這個才活得下去 那問題是誰有這麼 誰每天都要吃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看到房價很重要 是金融業 因為事實上這幾年 觀眾朋友看到 像巴克來台北分公司要撤掉 早期的包括美齡 包括高盛 包括花旗 因為過去台灣在整個亞洲 亞太的證券市場 是擺第一或擺第二的 所以像高盛 花旗 美齡 都是美國華爾街總部的分公司 可是現在就這樣一級 後來變成子公司 觀眾朋友分公司跟子公司差很多 現在子公司在這樣一間 變成高盛 香港分公司底下的子公司 就變成說你今天看到外商 拿出來我是高盛總經理 我是花旗總經理 觀眾朋友那種感覺其實很小 我要講憲哥 因為事實上 整個台灣的金融業被邊緣化很嚴重 像你看張青芳的老公 其實都婚禮到香港去了 因為台灣基本上現在所有的外賬 外面我們看外資分析師 還是例證 其實早就在於外商當中 其實都已經很低端很低端 他是分公司的子公司 或子公司的分公司 台灣已經變成 可能在整個國際投資銀行當中 不是第一級單位 甚至二級單位都不是 變成三級單位 對 我前幾天遇到一個 他也是銀行業的 他說他本來他們是在亞太 亞太營運總部是設在台北 後來就改成到新加坡 現在又改成到香港 所以他們變在 不是香港 現在再改成到上海 所以他現在等於是總部在上海 然後新加坡 台灣 香港 都變成他的子公司 就已經被降一級了 過去在三十年前 銀行都開在一樓 然後慢慢的在十五年前 有一些簡易銀行 就爬到二樓去 因為你一樓我房子真的付不起 現在銀行已經爬到八樓了 甚至簡易銀行 以前一個小小的簡易銀行 是八個人 現在剩下六個人 其他兩個人 機器人 是 機器人 進門進來 機器人接待 所以這種所謂的工業4.0 機器人時代 還有所謂的商業3.0 就剛剛嘉行講的 你現在不要以為沒有人在逛街 還是有人在逛街 在網路上逛 辦公室 沒有辦公室 還是可以辦公室 那就辦公室就不要租了 所以現在216 像我們剛剛講216 就像那個成品 你知道那個住金多少 110萬 嚇死 110萬 你賣書怎麼賺回來 一本書假如能夠賣100塊錢 對 那真的是在打品牌 打品牌 那我今天我如果服裝業的 像剛剛講的LARU 我說我弄一個旗艦店 我只要損一瓶我划算 問題是你賣書不可能 所以他不得不吹錫燈號 吹了以後不見了 三年沒有人租 那像唐朝那個店 那個店店店店店你知道嗎 三個月都賺錢 那個店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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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你不要看 這風水問題 你看中校東路也有陰陽街 這一段是這邊比較 比較繁榮 這邊就比較弱對不對 對 過了那個紅綠燈又很奇怪 又陽在這邊的 陰在這邊的 陰陰陽陽這樣很奇怪 但是陰裡面如果有一兩間 在派點地我會說 三個月都死 因為中校東路逛街 人都走S路線了 對啊 一直逛 一只逛 你可能很少在中校東路逛 你如果逛一次就知道 另外 南京東路最明顯 你想想看南京東路 從二段到四段 這個環兩那一段 全部都是營養街 完全都是營養街 這邊營養...很奇怪 這個有時候你沒辦法解釋 家經我們看一下 因為事實上過去 台灣房價租金 就是這種店鋪 其實最高的 還不見得是這種零售店 特別是銀行 我還記得以前 剛進入金融業的時候 最貴的是松江路 跟南京東路的交叉口 對 日盛銀行 日盛銀行 花旗榮街 台灣花園街 那個十字路口搶翻天 現在誰搶 我們看到現在銀行 像特別是第一個 聯邦 聯邦銀行背後誰 聯邦集團自由時報 對於房地產最了解的 開始從一樓退到二樓 甚至從大馬路邊 退到小巷子 甚至今天有新聞 第一銀行也開始要採檢分行 假如這個銀行業 他們不開始租分行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 那一般一坪一萬五 可能是賣個法式租個三坪 所以四萬五 可是這些銀行一租租一百坪 少得他們到底台灣的 這個辦公室或店面的租金 會變成什麼樣的發展 我們這樣說好 其實像剛剛憲哥講的 因為現在整個銀行 它其實是呈現一個 轉型的狀態 所以像過去來說的話 一般銀行最喜歡租那種 就是一樓加二樓 你的坪數大概都超過一百坪 然後我租約 因為我裝潢了 所以我租約 我一定要簽個五年 十年以上 而且客戶熟悉 這個分行點就不中一般 對 所以其實以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當然過去房東最喜歡租給銀行 所以其實你後來發現 它不會跑 對 後來發現銀行退了之後的話 它會出現兩個狀況 第一個是大的店面 其實沒有什麼人在租 我們去想一件事好了 就是通常大的店面 它要不就是銀行 要不就是它可能需要堆庫存 但是如果說這兩個行業 其實現在大概都沒有了 那大的店面誰來租 所以我們現階段 我們自己觀察到 市場上面最受歡迎的店面 就是我總價一億以下那種 相對比較好的店面 它也不一定要在黃金商圈 它可能也許就是二線商圈 那這種二線商圈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說我店面稍微 也可以也許可能 我就是隔個兩間或隔個三間 或者是說我這個店面 我就可以獨立出租 找一個可能還不錯的連鎖品牌 來去做一個出租 那樣子的東西 其實是最受歡迎的 這個租金往下壓 會把房價給往下壓 我們講的租金什麼概念 觀眾朋友我們這幾年都看到 大陸的鋼鐵業產能過剩 這幾年不都這個新聞嗎 當初怎麼會用到那麼多鋼鐵 這個天算地算 人算神算都算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大陸除了一般蓋公路 做汽車之外 很多的鋼鐵拿去蓋新的鋼廠 觀眾朋友懂意思了嗎 本來一個鋼鐵 一噸鋼鐵 十噸鋼鐵 一百噸鋼鐵 後來變一千噸鋼鐵的時候 就有七百噸去蓋新的鋼廠 所以它這個需求 變假性的需求越滾越大 因為大家都要蓋鋼廠 所以鋼鐵需求越大 鋼鐵需求越大價格越高 就越多人蓋鋼廠 那越多人蓋鋼廠 鋼鐵需求越大 就變成一種循環 同樣的泡沫的時候 當鋼廠不蓋的時候 忽然鋼鐵需求就沒了 房地產是這樣 這房地產熱的時候 很多房仲要開店 那房仲開店的時候 就把房租往上頂 房租頂之後房價往上漲 房價漲的時候就很多人要投資 很多人要投資 就房仲越來越多 那房仲越來越多的時候 很多人要敗貸款 銀行就開很多分行 那很多人開分行之後 租金往上漲 然後就很多人買房子 買房子又去找房仲 又找到銀行 就變成這個良性循環 可是現在這個循環破了 房仲也退屋 銀行也退屋 它變成一個貨性循環 會不會從房租開始拖累這些 叫黃金店面的價格 有沒有可能性 其實我覺得電租是有機會的 因為事實上如果說 價格的部分的話 應該也會往下修正 因為如果說是一些所謂的持有 就是說購買人來說的話 其實大家就第一個看投資報酬率 然後第二個來說的話 是看銀行見價 因為其實有時候 有一些銀行見價的話 它對於店面 它的態度相對比較保守 就會比一些 就是你正常的住宅 見價的部分大概低一到兩成 不是高一點 還是低一點 為什麼 因為它會認為說 今天這個東西 它有一定程度的一個風險性 大多數的銀行 它對於投資型的商品 比如說店面 比如說套房 它的貸款的一個態度 都是相對比較保守的 如果說銀行貸款的態度 比較保守的話 那一般來說的話 價格的部分 它會因為我買方價格變不上去 所以我的價格就會有修正的機會 好 我們看這個商圈的末路 特別就要提到台北火車站 因為過去我們看到 其實藍南北網交通 交通 交通 通常的交通動線 就是我們所謂的地位 這個地段最好的 一定是在主要的車站 不管是捷運站還是火車站 所以其實不管台灣所有人都知道 站前 星光三越跟大牙百貨 可是事實上大牙百貨已經不見 很久很久 但我們還喜歡叫大牙百貨 可是大牙百貨好像不見多久了 都沒通知一樣 不見十幾年了 事實上這個大牙百貨 大家看到這個造型是非常特別 他還是我們知名設計師 李祖元先生設計 他算是他的代表座之一 以前是鄭州米集團 他們的這個代表座 結果沒想到 因為事實上 我目前還租在這個地方 我租 有辦公室的地方 台北辦公室租在他們11樓 結果下面的店面來來去去 我從2012年住到現在為止 他樓下到底經濟什麼 因為我實在搞不清楚 因為換的速度太快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是無鐵秋葉原 然後換... 前一陣子又變成無鐵秋葉原 我想說難道是我看錯 還是我記憶力到底有問題 那真的是他變換的速度非常快 那不只是說他現在整個 這個樓下的面積 大概是空空蕩蕩 他現在這個樓下幾乎是已經 原本是在賣3C 但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你來台北火車站 你幹嘛來這邊買3C 我去這光華商場就好了 我幹嘛來這個地方 那他其實前幾年的話 他在這個樓上的時候 他有做一些餐飲業 應該快成功 對 他現在部分 他有一些餐飲業在這個地方 但是志光你知道樓下沒人 你上去這個地方 因為他 怪怪的 他除了樓梯 樓梯在那邊 你等樓梯不太好等 因為上面有很多住宅 很多這種所謂的 就這個會議室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在樓下等電梯不容易 那一般你到這個樓上吃飯 你怎麼上去 你就坐電梯上去 你坐那個手扶梯上去的時候 看到旁邊都沒人 這到底有沒有營運 自己都搞不清楚 所以現在這些 現在只有剩下五樓的 這些餐品的品牌 他還算是像Momo Parodide 一些知名的品牌在這個地方 但是整體市場 目前的人氣是非常低迷 大家覺得就很奇怪 這個位置這麼好 然後這個也那麼有話題性 怎麼會搞 而且他前幾年的時候 他還把捷運的人行道 他引到這個裡面 照理說應該當時會有一個生機 結果沒想到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生機出現 是 他這亞洲網場 就大牙百貨 到底改幾次 因為1991年 改非常多次 你看1991年的時候 因為這個開幕的時候 當時還非常風光 結果沒想到2004年 因為整個他們集團出現的危機之後 就結束營業 還有就進行一個拍賣的動作 後來變成被一個文奎公司拿下 文奎公司拿下 因為文奎是我們在做一些資訊產業 所以他把它改名成K-Mall K-Mall一開始就是 瞄準就是一些3C的購物中心 但是營運的也是一直沒有很好 後來2007年 把它改名為統一元氣館 但是他跟統一沒有關係 我也跟統一有關係 沒關係 但是他把它改名之後 要介入更多 他當初會引進了非常多 統一的品牌進來 但是還是營運不好 他想假借那種魔鬼的形象 對 或許 但是還是營運的不好 結果還一直到2009年的時候 這時候國寶進來 國寶進來之後 他就把它改名叫做 松鋼時尚的購物中心 但是事實上還是一直沒有辦法跳脫 松鋼聽起來就是賣電腦的 對 但是我覺得它主要是因為 它的設計實在是不良 為什麼 第一個 你要主打3C 但是3C又賣不起來 你賣不贏我們的工華商場 你要賣吃的 但是吃的話 你看旁邊有星光三月 還有我們的火車站這麼多 然後另外一個 你要賣一些所謂的女性用品 或是賣一些我們百貨公司 星光三月就在旁邊 所以它變得有點高不成 低不舊的樣子 後來2012年 像我搬到這邊的辦公室的時候 2012年那時候就是 無鐵丘業員 結果無鐵丘業員你看 2014年變成華斯達克廣場 也是在賣這個3C結構 後來2014年又換成 無鐵丘業員 又換回來 對 然後後來又換了什麼 泰迪熊百貨 我還不知道有這家 百貨公司 泰迪熊百貨 你樓下你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因為裡面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我們都搞不清楚 但事實上大家覺得非常奇怪 因為這個地方的產權 事實上也是有一些複雜 我們看樓下的這個產權 是屬於農林所有 地下室 對 然後一樓的話是星光人獸 二樓到三樓 二樓是這個台獸堡 三樓 四樓的話 是這個所謂龍岩集團 五樓到七樓是這個國寶人獸 所以事實上裡面的產權的話 就一層樓一層樓被切割得非常開 但是為什麼他能夠那麼多 我們看國寶人獸也去 星光人獸也去 然後農林 農野 中不幸福人獸 中不幸福人獸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 雖然說他的這個價格 大概一瓶是200萬 但是其實因為他這些很多 都是有含租約在這個地上 所以他的投報率 大概還有3%左右 3%左右其實以目前的 壽險基金來說算是不錯 因為他上面像這個 大家如果去過這一棟樓的話 他樓上大概11樓以上的話 就是比較小的規模 下面都是一層樓一層樓的大賣場 上面都是套房 它有一個回字型的 四字型的回字型 大雅百貨不就跟金站差不多 有點類似 那會不會今天大雅 就明天的金站 這個是你講的 我不敢說這樣說 但是因為我覺得他的設計 當初是有點不太好 尤其是上面 如果大家 因為我們是在住 我們在那邊11樓辦公 11樓辦公如果你知道的話 他其實11樓以上的環境 就是一個回字型的這樣子的設計 中間是天井 對 中間其實也發生過一些 就是不好的事情 就有人在那邊輕生這樣 所以整個環境 我覺得上面的產權有點複雜 因為它下面是賣一層一層賣 但是上面的話 他其實有賣給個人的 所以裡面上面的產權非常複雜 就像我們租的時候 我們去租這個會議室的時候 是二房東來跟我們租 甚至連這個所有權 是誰都不知道 因為有人就是看好那邊的房地產 所以他租了一層 跟人家包租 包租之後租了一層豬 對 再分租 所以那邊很多人租 造成說這個地方人潮雖然很多 但是其實你去裡面仔細的看 他的人潮是非常非常的複雜 憲哥 我想問一問題 因為事實上很多保險公司投資他 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有購物中心 所以會符合金管會要求的 百分之二點多的最低報酬率 現在關門了 妙了 保險公司最低收益保障在哪邊 我們想想說這很多的過程當中 其實講來一定是造假 故意充業績 充租金 然後那個租金報酬率回推本金 它從到尾是個金融遊戲 只要我能租3000萬 倒過來我就可以賣1億 10億 賣10億 因為報酬率3000萬 假如我把租金拉高到6000萬 這個房子我就可以賣20億 這個房子假如租3億 這個房子我可以賣100億 這基本上是個金融遊戲 所以所有保險公司裡面 一層一層來購買 現在房客跑掉了 關門了 那這些保險公司怎麼辦 這個大牙百貨真的很可惜 命運多揣 已經七次的益主 而且當初是這個 也就亞洲信託鄭州民跟台塑集團 他們共同去標的那塊地 標了以後建了以後 他們當初的一個構想 那時候還沒有新光三月 所以我記得62年出台北車站的 右手邊看到西亞頓大樓 旁邊那兩個都是空地 都是在停遊覽車 這兩個空地 後來大家百貨建起來 大家不得了了 台北火車站前面一出來 就是一個百貨公司對不對 對... 成立一定會贊 結果真的很可惜 那裡面的一個 我覺得它的整個設計的格局 都沒有符合到百貨公司的格局 你進去真的會迷路 而且上面11層 12層以上 那整個是迴轉型的 憲哥我不認懂 台灣的百貨公司 就是讓你迷路用的 你出不去才好 我去這幾個Outlet的都迷路 沒有 那是故意的 他有時候就是故意讓你 換點數在樓上 然後讓你一層一層下來 一層一層爬上去 但你不能再永遠在裡面迷路 我又去百貨公司 你迷路幾次又不想去的 另外的話就是 它的一個商品的定位是錯誤的 所以經營幾次不好以後 那個店就變壞店店了 所以什麼人都死了 結果那裡面你說 為什麼剛剛師兄講 那裡面有那麼多的保險公司 受險公司 還有一些所謂的一個 不一樣的一些行業進去 有很多的是借殼上市 借殼上市以後 他沒有辦法要灌業績 所以就去那邊 就把123456層租了以後 去做生意 然後他想說就有現金流 結果跟自己想的就不一樣 那我就要逆市操作 就你講的 我本來是一千萬的房子 我每個月租六萬 我的投報率叫做6% 我們假設那兩個月是繳稅金去了 這很簡單 那我只要把6萬加到7萬 多1萬 那我這邊就不是賣1千萬 我維持賣 對 我就賣到1千1百萬 我如果加到9萬的話 我賺1千萬的就變成1千5百萬 我來賺這邊比較快 他們是用這樣的 逆向工程的一個操作 家謙 我知道 其實台灣這幾年房子 還流行就是你剛剛講的定存概念 反正租金算出來3%我就還得來 可是這3%怎麼來的 就是分母跟分子的概念 這上面是租金 下面是本金 很多人 現在很多房子 只要我租出去 不管我是租給誰 我只要把這個拉高 這個往上拉 投報率就理論上不變 本金就上來了 可是這個遊戲現從內科也很多 包括大亞百會就是這樣 這個遊戲會不會到現在要準備破滅 所以假如美國要升息 會不會台灣很多房地產或商辦 這種完報酬率的概念會不會破滅 你剛剛講定存族 會不會最後就掛掉了 所以我們這樣說好了 就是說事實上 像剛剛世光哥你提到說 我如果說今天我有一筆錢 我用去操作這個 所謂的投報率的這個概念 但現階段來說的話 我們在提醒就是說 其實除了投報率之外 你可能更重要的是 你空置率的部分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說 我投資中南部的房地產 可是我要賣的時候 我會把它塞滿 當然我會想辦法把它塞滿 可是房客也不是呆子 就是我下一手也不是呆瓜 因為我們過去有聽過 有一些操作的方法 比如說我可能 我就是簽一個短合約 我把租金拉高 這是一個做法 或者是說 我可能透過其他的一個方式 比如說我用其他的一些 跟租客有一些協議 來把它去做一個補滿 當然你如果說整體的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來看的話 我會覺得接下來的 所謂投資人來說的話 他們不會只有看 這個所謂投資報酬率的一個部分 因為其實空置率現階段來說 是很可怕的 像有一些辦公商圈 它的空置率到6%以上 那你說像東區的店面 它的空置率到10%以上 那其實如果說它租不出去 它是每個月都在吃那個利息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的話 會變成是說 如果說我們未來可能在做 這個所謂的不動產規劃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要同時考慮 就是剛剛您提到的 一個投資報酬率的部分 另外則是一個空置率的部分 那如果說以這樣兩個同時 來去做考慮的時候 那當然就會有一些產品 它可能還就要出局 我們看到像大百貨 可能買3億 官方就3億 然後結果我買怎麼辦 我要怎麼賣 我就租一年5千萬 5千萬怎麼辦 世光買對不對 我找憲哥來當人頭 憲哥 我們來簽個預約好不好 5千萬我給你簽5年 那這個2億5 我們各出一半 你就2千5萬完 結果就拿去營業了 那5千萬什麼概念 我投報率 我賣給人租公司 我可以賣10億 觀眾朋友 你懂意思了嗎 其實還是3億 可是我中間就賺了7億元 7億元 虧個2億 有什麼關係 還做滷意 那重點10億怎麼辦 10億去跟銀行搬 你懂意思嗎 搬8億 搬8億 又賺了錢 那下一個呆瓜 他也買到了 這時候憲哥覺得這個很厲害 他就找了蔡總來 好 那我們就10億買 沒關係 這個蔡總再找四聰 來簽個租約 一年2億租金 這個房價瞬間就暴衝了 就變40億了 40億才去銀行搬 8成 又搬了30億 所以其實大雅百貨 會玩到這個地步 其實說實在話 純粹就是個金融操作 玩... 玩到最後 因為根本就撐不下去 其實台灣房地產 最大的圍在這邊 所以我們來看 其實房地產的故事都很可愛 大雅百貨的前身到底是什麼 但我們去想過 其實大雅百貨 西光山葉 本來是同一塊地木 後來被切割了 一邊蓋成西光山葉 一邊幹大雅百貨 對 那這塊地 其實是日本人當初蓋的 台灣第一座的西式飯店 叫做台灣鐵道飯店 1908年蓋的 你知道外面是紅牆 那裡面都是德式的一個建築 所有裡面的設備 包括吊燈 包括馬桶 都是從英國柏萊坪過來的 他第一個客人 是日本的為人親王 他親王來台灣幹嘛 就是台灣的西部鐵路全線貫通 的一個減採活動 所以它裡面有30個房間 那時候一個房間夜晚 一個晚上從3塊 到27塊日圓的一個房租 你知道貴不貴 很貴 台灣人做一天賺20千 20千 兩毛錢 兩毛錢 對 你一個工資 一個台灣人的工資 兩毛錢 五天的工資 兩毛錢 然後最便宜的房間是3塊錢 最貴的27塊 對 那兩毛錢你給他算一算 你就知道他有多貴 所以台灣人是絕對住不起的 差不多就現在在1萬 最便宜大概1萬8一天 對...如果用這個比例來講 貴的話四五十萬一天 對 但是他在1945年的時候 因為美國那時候在轟炸台灣 台灣是日據 所以一轟炸以後被炸毀 炸彈不打野 對 炸毀了以後後來光復以後 是有小部分是曾經在重新的營業 但是後來就營業得不好 就乾脆把它簽掉 簽掉以後那邊也曾經是一些 所謂的一些遊民 一些違章建築 後來在民國 對 民國60年的時候 他就把它整個 政府就把它整個都弄平了 都趕走了 結果變成野機車的停車場 就是從這個管前路進去 然後從那邊出來 那我民國62年到台北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塊地這麼好 結果65年那時候招標 招標以後就是星光人壽 跟亞洲信託 亞洲信託就跟台術集團 他們就共同去招標 招標以後 每一個人就一人一半 那怎麼辦 你要到哪一半 那不可能前後 一定是要左右 左右分 大家都要面對火車站 面對忠孝西路比較好 結果就用抽籤的 那他們比較衰 抽在裡面 星光山的運動比較好 抽在外面 是這樣來的 所以這個地方 它真的是命運多長 其實當年星光山 因為大阿百貨這塊地 就是為了蓋現在的台北火車站 那時候鐵路局沒有錢 就把這塊地拍賣 蓋成了現在的台北火車站 不管你覺得好看難看 基本上就是台北火車站 台北火車站又是李祖元設計的 所以那邊房子都是李祖元設計 就對了 那時候台灣就只有李祖元設計 其他都沒有別人 所以才感覺說看起來都一樣 好 我們看大阿百貨甚至到最後 這個淪落到變成這個 色情情色行業的聚集錠 那之前平面中看有特別不斷的報導 就是在樓上 剛剛星光提到 底下是商場 跟樓上是用類似套房跟切割的方式 來做一個分租 那加上它本身的大樓有管理 而且戶數很多 隱密性很高 所以變成了什麼所謂香港的 一龍一鳳的性交易模式 所以我們看到都是個人工作室 你看這一間就是四聰哥的辦公室 這一宗就是別人的辦公室 在開玩笑的 所以我們看到 因為樓上的居住太複雜了 有高級經濟產業分析師 也有一些色情的工作業者 那互相有什麼關係 那是鄰居的關係 所以大壓百貨只住到這邊 可是小永我們看到 其實這些都是服務業 其實住在樓上到樓上的 都是服務業 最近有個服務業的消息 這更妙 因為台灣現在薪資不高 什麼都可以打架 國稅局又缺錢到處追稅 為了小費 為了服務費 國稅局開始跟店家開幹了 對 其實說實在 大家我們之前討論到小費 小費到底該不會給 中間是很大的一個學問 現在討論到服務費 我們現在平常在吃飯 基本上服務費 基本上已經算是標準配備的 你去某一間餐廳 甚至去唱歌 甚至你去飯店去住宿 都加了一層服務費 那這個合理嗎 其實這樣的一個議題 從很早之前到現在都不斷在討論 因為到底合不合理 因為這10%的服務費 基本上有收到這個服務費的口袋嗎 好像大部分都沒有 應該要 對 應該要 國外好像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說這10%到底合不合理 是老闆在收的 還是給員工當薪水 如果說真的是 如果是真的老闆在收的話 他為什麼不把它直接放到 他的這個價格上面 去凸顯就好了 其實這中間有很大一個爭議 這樣一個爭議到底誰對誰做 其實在2006年 國稅局有一個判例 國稅局他看到有一家這個餐廳 生意很好 他也都收10%的服務費 所以說他就針對這個服務費 他就去跟這家餐廳說 我要來課你的所謂的其他收入 就是營業所得稅之類的 因為你這個服務費的話 你是老闆在收 所以說我要課你這個服務費 可是到最後 這個國稅局是被判敗訴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國稅局認為 因為這個法官認為說 你這個服務費10%的話 雖然說是以老闆在收 但是你跟員工當初有簽好契約 你就是固定的薪稅 所以你這個要把它固定在說 營業稅是OK的 你不給員工是對的 他是這樣的一個判決 所以大家覺得很奇怪 所以你現在10%服務費 以後都合理化了 以後老闆收都是對的 所以就變得很大一個疑問 這服務費到底誰發明 台灣誰搞家10% 這邏輯哪個來的 對 真的很奇怪 其實你就看 其實最早最早 證據很多的一個傳聞 18世紀的倫敦 那時候還叫大不列顛倒 那時候其實在18世紀倫敦 那時候每個餐館都 大家都在那邊唱歌 喝酒 不是這樣的一個文化跟氣氛嗎 那時候如果你很吵 通常你叫服務生的話 服務生不會理你 因為很吵 他聽不到 所以說他們就發明了一個盤子 一個碗 那碗上面有寫 保證服務迅速 什麼意思... 你這樣叫沒有人理你 但是當你丟零錢 看看... 當很大聲的時候 這個服務生聽到有小費了 他就馬上來幫你服務 是這樣的一個文化 越來越傳越來越多 這個邏輯不錯 那以後我就另外就... 我每個都擺個碗工就好了 沒有 不能這樣 這是當初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然後慢慢演變成到現在 台灣現在都收 可是你看我們在台灣吃拉麵的話 要不要收服務費 要 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在日本的話 它早就已經包含在餐點裡面 你在日本吃拉麵 是沒有服務費的 所以它的餐點 可能稍微特別高 不過有個好處是 日本的服務生的話 他的薪水是比較高的 因為他的服務費 都含在員工的薪水裡面 可是我們剛剛講 這是啟文在英國對不對 英國現在也不收服務費了 只有高級餐廳有在收 那麼其他餐廳如果有收的話 這個老闆一定會跟你說 我會把這個錢收集起來 分給我的員工當作獎勵 這個也是合理的 我們看一下美國 美國有在收 大家都知道 它定價10%到20%做小費 你不付小費的話 通常會得到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你知道嗎 他會給你一個塞米 為什麼你不給我小孩 甚至他會直接跟你要 這是有理由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其實他們有很多的州 都有規定 不受最低薪資規範 所以甚至有些的服務生的話 員工靠小費當收入 對 他員工有些 他員工他的薪水 可能不到三分之一 所以他就要靠小費來做生活 那都有規定 可是你反映到台灣 現在好像都沒有這些規定 就是硬要收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台灣很多人來到台灣的 消費習慣就完全都變值 這個服務費10%的概念 本來應該是提供更快或更好 或更特別的服務之用 可是怎麼的時候變約定成熟 變成什麼消費都要10% 可是服務很一般 服務跟別家也沒有差別 我們這樣廣告來看一下 到底這10%的服務費 到底怎麼來的 到底合不合理 那目前的稅機 竟然國稅局會因為服務費的收稅 而打了失敗的官司 好 10%的服務費在台灣變得值 變成這個店家家價的一個理由 跟項目 可是事實上付了這10%服務費之後 第一個 這個服務的一般的勞工 他並沒有收到這筆錢 第二個 我們付10%的服務費當中 其實我們的服務 好像也並沒有很優質 所以這10%服務費 對於勞方也來講 對於客人也來講 其實造成非常大的困擾 對 其實這個10%服務費 到底收還是不收 有引擎很大的一個爭議 但是你收的過程當中 也是有很多的爭議 比如說我們就看到兩個案例 第一個 曾經的這一個先生 吳先生 他去吃一個牛排 這牛排滿貴的 一份要1200塊 而且他那時候打活動 買一送一 所以他就很靠近地去吃了 所以他吃了兩個 造成也是2400塊 但是是買一送一 所以到最後結帳後是1905塊 應該說 不好意思 我跟妳講 第二份是打五折 所以他結帳後是1905塊 但是他的服務費沒有打折 是有2400塊 有2400塊來照收 所以是2140塊 所以他就告小保官 然後說怎麼會這個樣子算 應該說你的這個服務費 也要照這個打折吧 所以引發很大震驚 到最後這店家也道歉了 說那我把錢退給你 以後不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感覺你其實差100多塊而已 但感覺很差 對 你不能說服務費要照原價 這是一個案例 那我們另外一個案例 這個更誇張了 台中也是一樣是一個牛排館 你知道嗎 他吃完的時候 這個媽媽本來要結帳 結帳發現竟然要收服務費 其實我們常常會發現說 我們會忘記 因為這服務費 還要再多付51塊 他身上剛好沒有這個51塊 他說好吧 那我去領錢 這個店家跟他講說不好意思 如果你要去領錢的話 請把小孩子留在這裡 當仁質你知道嗎 太好了 我要去... 你又送給你 我不要就回台北了 對 對 所以說他... 然後這樣兩方僵持很久之後 店家說那我要叫警察 小孩子更緊張說 媽媽 我不要 我要跟你一起走 到最後鬧得很大 只為了這個51塊的服務費 到最後警察也來了 然後到最後 真到最後是店家道歉說 不好意思 我沒有這個意思 因為這個實在鬧得太光了 你不能把人家給拘留下來 所以說雖然是10%的服務費 可是所以衍生這樣的一個效果 也像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對於台灣人這種服務的品質 有提升嗎 好像看不太出來 好 我們看這個服務費問題 大概這個持續的發燒 為什麼 因為這個問題 不可能解決 那不可能解決怎麼辦 又不可能取消 店家常常利用10% 來做變相加價的一種名物 跟工具手段 可是對於牢房有什麼幫助嗎 我們看不能解決還有更多 包括最美麗的罷工 是不是又要來了 這個華航空服的原因 又不爽了 又要上街頭 可是這一次華航不一樣 這是華航的資方非常硬 董事會說要告這些員工 對 我們事實上 這個6月華航經過罷工事件之後 當時的這個牢房跟資方 他們有簽一個所謂的 共同的協議書 那共同協議書之後 沒想到過了幾個月之後 空服工會認為說 你華航當初你答應我們條件 好像沒有達成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10月14號的時候 他們有經過申請 桃園市的空服員的職業工會 有500名的空姐 他們也是空服員也是號稱是 延遲最高的丟雞蛋 他們在那邊丟雞蛋 你看整個台北分公司 前面被丟雞蛋 那天的話 很多記者都說 那個地方真的很臭 因為也對華航造成 某個程度的影響 所以這次華航的態度 跟之前不太一樣 之前華航的話 是可以說是全面的接受 空服員的條件 但是這一次好像不是這樣 我們看到空服員 為什麼不滿資方 資方他說 我們當初我們當初有七項的協議 有五項跳票 第一項就是 末世的禁搭便車的條款 什麼意思 事實上這個禁搭便車的條款的話 也是我覺得這一次 很多輿論不支持 這個可能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也就是說 因為之前發動罷工的是 桃園市的空服員的職業工會 所以他們的禁搭車的條例就是說 你沒有加入工會 對 你是桃園市 空服員職業工會的人 你才有享受到這一次的罷工權利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事實上這個是合理的 為什麼 因為美國有個汽車聯合工會 你不加入工會 我們在罷工爭取來的條件 你是不應該有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罷工有風險 我們可能就被資遣了 可是你不敢罷工 你是俗辣 或許你不是俗辣 你覺得勞方對你很好 資方對你很好 無所謂 可是事實上在國際的工會團體 都有禁搭便車條款 可是我說在台灣 你像輿論都假左派 難怪台灣的勞方 又有那麼可憐 因為本來就是 你不加入你就不要拿 你既然不敢抗議你就不要拿 事實上這個禁搭便車條款的話 柯文哲市場都支持這樣一個條件 但是為什麼會變成是一個爭議 因為後來他們每一個 外掛津貼的話 原本是調高到四塊 結果因為他們原本是 只有他們工會能夠享有 但是這個華航市全部都是加 全部加的話 他們就不滿意 他們說你要從四塊 因為他們搭禁車條款的時候 就說如果大家都一樣的時候 他們這個桃園市的工會 要從四塊漲到六塊錢 也就是說一定要有 不一樣的待遇就對了 當然 對 這等於說 我們在繼續想說就是 站起來 卡別人油就對了 人家上街在衝 你在後面收割的感覺 對 這個當然是還有一些 大家不一樣的意見 但是因為他們後來做了一件事 因為他們搭禁車條款的時候 就說如果大家都一樣的時候 他們這個桃園市的工會 要從四塊漲到六塊錢 對 也就是說一定要有 不一樣的待遇就對了 當然 對 這等於說我們在繼續想說 就是站起來 卡別人油就對了 人家上街在衝 你在後面收割的感覺 對 這個當然是還有一些 大家不一樣的意見 但是因為他們後來做了一件事 就是因為他們有 禁搭便車的條款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 6月25號 蔡英文總統不是搭了這個飛機 華航的飛機 飛到巴拿馬去了嗎 因為上面有10名的空服員 原本也是桃園市的 空服員職業工會 結果沒想到 因為他們為了要貫徹 就是我們一定要全部達成 所謂禁止搭便車的條款 所以他們把那10名的空服員 開除 開除匯集 結果那10名空服員 他們原本如果是 他們也是這個職業工會的話 他們一個月可以多領 一萬兩千多塊錢 那為什麼不罷工呢 因為他們只有10名 那10個人 因為他們就說 他們認為說 這個國家的任務當前 他們願意 他們也是配合國家的政策 那當初因為 因為後來這個 這件事惹了我們的這個 總統國發言的黃崇彥還出來講 那10名空服員 也是為國家執行政策 那這樣的話好像有一點點 這個太過 有人會這樣覺得 那我覺得因為這件事情之後 民意就有一點轉變 就是說他們以這10名空服員 也是為國家在做事情 你們這樣把它直接開除 好像有一點點太過 國家民意推出大牙擺過 那不是也是國家民意嗎 什麼都那麼高調 對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 這一次的民意有一點